字幕志愿者 杨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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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王荣文 今天华山会客室邀请来对谈的贵宾是杂学校的书仰志先 阿志好 王东好 我记得我认识你的时间是2015年的5月 你在华山创办第一届的不太乖教育姐 那时候这个教育展用不太乖的形式出现非常新鲜 但是最让我这个惊艳的是那个视觉形象 用孔子所变化出来的视觉形象 所以我一下子就去问说 哇 这是一个是什么样的团队 为什么他可以用出视觉形象 原来才知道基本上你们本质上是一个设计公司 或者设计顾问公司 那可不可以先请你谈谈 是什么样的情况 测就是说不太乖教育节的这个起心斗面 不太乖教育节应该一开始就是看到一些教育的一些状况 然后尤其是我也是念艺术的 所以在艺术教育里面其实你看到 艺术教育最重要的应该是那个多元跟可能 跟找到你自己最关注的 但是其实我在艺术教育里面看到很多奇怪的现象 比如说它是有一个好跟不好 然后是有一个进步的概念 那其实遇到很多状况了 然后刚好我的朋友们如果是念美术的很多都当老师 然后因为他们都很有创意 都会想到一些新的教学方法 可能是以前没有看过的 然后那时候在那时候2015年的社会氛围 好像大家都好像希望去做点什么事情 然后我本身又念创作 然后就觉得好像是不是应该来做一点不太一样的教育展 对然后那时候就 然后就问华山这边有没有 还有空档这样子 然后刚好就是那年的母亲节 因为那是很好的日子 就是又是结婚的大日 所以那个刚好就空出来 然后我就说 那不然我们就先租 把那个大的空间租下来 我们再来想要做什么这样子 显然准备的期间也不是很多 不是很多 都是一个比较 好像是革命都是不小心 对对对对 其实是现在回想起来 有点 有点不知道对那时候在想什么 为什么可以这样子一次就 那我们回到你的背景 我查你的资料 你自己也讲你是美术班 所以中正高中的美术班 然后你后来去读了台语大的西画 对 我看起来都是走正规的画家的路 对对 是什么时候开始走偏的 不是去做纯画家 不走那条路 而走向了这个 到底美术班要培行什么 或者你学西画本来要的目标是什么 为什么这个目标会最后变成一个设计师 OK 好 呃 我其实从国小 国中高中都是科班生 美术班 就很会画画 对就很会画画 然后一直到大学台语大 然后其实从小就自己觉得自己想要成为艺术家 对 然后大画家 没有到大画家 但是就是因为科班生所以蛮会画画的 然后那时候在高中以前就觉得艺术或美术 大概就是我觉得我画得很好 然后还到大学的时候 有点像被井底织挖拉到外面来 就说哇原来艺术是这么的宽广 OK 然后我以前学的东西其实只是一种技术 对应该是这样子 那当然那时候真的有看很多远流的艺术出版 对真的就是那一套系列 基本上是我们的圣经 就要放在那边 然后其实在边看的时候 你就会去看到那个艺术的广度 那为什么会走到现在这样子 其实我觉得念艺术的都会想要当艺术家 可是其实都会去思考说 到底艺术家在这个社会的角色是什么 其实我们都会怀疑 尤其要毕业的时候到底我们要干嘛 那当艺术家真的也真的蛮辛苦的 那台湾的整个艺术产业链跟市场 其实都一直很没有那么好 那我的个性 其实还回到我的个性 我的个性是不是 因为我记得我老师跟我讲过说 你大概花20%在你的艺术创作上 那可能有30%在办活动 那20%在做什么什么什么 很多奇怪的事 那我的个性本来就是很爱胡搞瞎搞 那再加上其实我那时候很关注 艺术跟社会之间的关系跟产出 所以其实毕业后 当然就去当老师 在大学当讲师 然后当一当很无聊了以后 就出来创业 然后创业中间学了很多很多事情 可是其实为什么到现在做这样的事情 因为我觉得在艺术里面我学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是实践 就是艺术家最重要的就是实践 就是你在做任何事情 在脑中你没有做出来 你没有做成一个作品 它永远都不会成立 所以我们就像不太乖教育姐 其实就是抱着那种先做了再说 因为你不做你永远都不知道 作品会长怎样 然后会有什么样的方式 对所以 然后自己又很爱很杂学 就是在学校的时候 像台译很棒的是我们有美术系 工艺系设计系 戏剧电影 那在那个时候我们学生穷 所以大家就互相资源 这样子就是常常会去做很多事 然后当然这时候人家会说 那你学着要干嘛 可是坦白说 在现在我在做的事情 之前那些杂学其实都有很深很深的一些影响 好那我们回到策展这件事 好 对华山文昌园区来讲 我常常讲说我们最需要的是策展人 对 那策展人的本领会决定的那个活动的成败 对 那你实际上办了不太乖教育节以后 第二年就改名字叫杂学校 对 这个也是我在华山从来没有看过的 因为要给一个品牌 好不容易做起来 好不容易 然后你又大胆的马上把它杀掉 嗯 可是我又看到你的计划是很快的在今年的杂学校 更清楚的是用 用IP 用品牌的概念 对 在经营这个节 对 对 那 那你勇敢的砍掉不太乖 对 可是你又不太忘怀他 这两个之间你是怎么想的 好 其实不太乖教育节刚出来的时候 王董你刚刚讲为什么用孔子啊 因为他是 可能在这世界上 因为我们其实做了很多 就是案例的调查 不太有这样的东西可以参照 那 所以那时候我们都是设计公司 那时候在做 因为视觉沟通非常重要 因为他就是第一线跟人家沟通 那时候我们做出来的时候就很像设计节 就是 对就是 因为 因为我毕竟我们 我们还是行销专业嘛 就是你第一次出来你就要讲清楚你到底是谁 所以只能 最后最后 因为光不太乖这个名字 我们就想了一个多月 我们大概有 找出几百个名字一直在删 因为名字定出来了 就整个精神会出来了 对所以 那时候把孔子搬出来是因为 因为我认为 他第一次出来见面的时候 他要很清楚告诉大家 这是个教育展 所以 然后孔子那个图像 其实 比较好玩的是 因为他已经过了50年了 所以他没有一些版权上的问题 哦 那个 过了50年 那个是清朝的一个画家画 所以我们的国文课本还是 我们的历史课本上面 就是那一支孔子 然后我要特别跟大家讲 我只是把它换衣服改颜色 那个画家画的孔子就是长那样 所以我没有恶搞他 所以我没有恶搞他 讲到后来策展这件事情 就是为什么我要把这个东西弄掉 因为 其实那时候不太乖出来的时候 当然在年轻族群造成 因为不太乖嘛 大家 我记得我在我那个年代 李明依就说 只要是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 大概是那种方向 所以他短时间透过有趣的沟通方式 他一下子在年轻族群觉得太酷了 我就是要不乖这样子 那他造成了一个社群的影响力 可是其实我在思考下一步的时候 我会觉得不太乖 比较像是在破 打破一些框架跟规则 可是他可能比较难去建构某些事情 没有力的 没有没有一个 因为破就是准备去先把它打破 打散的时候 你要把它建起来的时候 我一直认为不太乖教育节 很难去建立 可以建立一个一套 我都称为那叫新的系统 对 所以那时候其实也很挣扎 就是对不太乖好不容易 可是其实后来我们在品牌讨论的时候 因为品牌IP最重要的是一个精神 所以不太乖他其实虽然名字叫杂学校 但是他精神还是在 他这个品牌精神内化的 所以很多人不会叫我杂学校 叫不太乖的校长 所以他是一种精神的传递 就是我们都希望去破除那个界限 去试新的东西 教育应该也是 那你的IP系统你就决定了用杂学校吗 其实那时候也想很久 然后包括 一开始就有还是说办完以后在检讨的时候 你知道杂学校才出现 办完的时候 而且是办完好久了 对对对 因为 当然有很多家长会说不太乖到也是干 其实他其实有点负面 对对对 那有时候在做沟通的时候 他会先被贴标签 嗯 就是说你们这些就是 跟正统教育一点关系都没有 你们在胡搞瞎搞 嗯 所以在沟通的时候 跟年轻人可能很好沟通 可是在跟 因为我做这件事情最重要的是 最大化的社会影响力 OK 所以我很希望去改变 像体制内的 像教育部 像很多 那不太乖他会 我觉得在沟通上 像我变成学校 我就会觉得我就是一间学校 嗯 对我是在做很多新式的教育 OK 对对对 就创新教育 对所以其实这个过程 换成杂学校也想的大概有半年 因为你长的速度是超乎寻常的快 从我在 在在在这里所看到的 OK 但是 就像你描述的 因为真实的状况是这样 对 所以 对于年轻人的 股武 可能也比较真实 对对对 就是你只要敢不怕失败 对对对 很可能你就敢这样策展 对 那所以 经历了这几个 那我们可以来描述 今年 十月份的 对 第三届的杂学校 对 那你今年 有什么特别的这个 做法或者 或者 现在的摸手 当然可能 可能都还是摸手 对 但是我我所听说的是 你今年的这个展场要的更大 你可以 你已经把国际的这个力量拉进来 对 你这两年做了什么事情 使你可以做到这回的状况 我觉得第一个是还是那个热情啊 就是很像是 就我一直在讲那个 你对这件事情真的很喜欢 你就会很想要让它继续影响力变更大 所以其实不太怪教育节 办完的时候 真的很 我们也没想到说 会被要到纽约啊 要到香港啊 去做很多交流 所以我觉得教育是可以做交流的 那其实有很多在交流过程中 那个连结又产生了 所以他们会 其实国外在看台湾会觉得 怎么会有一个这种东西会出现 你们台湾到底是怎么样一个土地 会长出 连教育都可以长到这么奇怪 一个展览怎么会 会有这么好玩的事情 那他们都会特别好奇 那我也觉得 这件事情就是从台湾长出来 那我觉得台湾的民主 台湾的这个地方的 很多文化的滋养 其实都 还有重点是这些人 如果不太乖跟杂学校 没有这些人在做创新的事情 根本没有这个杂学校 所以其实 然后又从去年杂学校做完 其实杂学校去年 因为我们去年就有邀请很多 国际的人来了 那他们就把这个 他们看到实在是吓到说 哇台湾真的 怎么有这么多能量 这么多年轻人在做 各个那个 他们觉得太不可思议了 怎么会这么多元的东西出现 根本提起几个例子 很多例子啊 比如说 像我们现在比较 大家比较知道的 像我们眼球中央电视台 阿滴英文 然后还有很多 台湾爸 对 然后还有TFT 刘安婷 对 还有军医交易平台 其实各个面向的都有 而且他 每一个在世界上都很独特 都很 不敢讲说在世界上很独特 但是他 非常的多样跟多元 就是他 他展现出来的都是一些很强的生命力 然后也是个很新的概念 对 那 我也觉得是因为在我们这块土地上 真的有这么多元 可是 我觉得我们最缺的永远都是把 我们都是单点小小的在发生 所以不太观众杂学校有时候就希望把这个点先拉成一条线 然后再去看看 所以你们被邀请去国外的时候 对 你是也拉了这些人一起去 还是推动你一个人去 我带着他们的资料 然后因为 因为我觉得现在这个社会实在是太多元了 像我有时候去讲的时候不一定是讲教育 我讲设计 然后我讲社会设计或社会企业 或很多很多方向 但是其实都可以去串这些事情 那今年比较特别是因为我们做了两年累积了这样 然后我也认为 因为我会称杂学校叫做自我演化的一个物种 新的物种 就是它可能没有前迹可学 它可能是个突变 可是它可能刚好这个突变 它适合现在当代社会的一个生存的方式 或者是在社群上 那常常有人跟我问我说 它到底后来会长成什么样 其实我们也只能发挥想象力 可是我觉得这是最好玩的地方 那今年其实我规模就是会是整个华山 然后再加上跟产观学 包括教育部啊 台北市政府啊 我们去串联 因为我还是很希望把这些影响力带到最多人的 就是体制内的孩子或体制内的老师 所以这次的串联会非常多 然后这次很多比较新的概念 比如说我会有一个自己的 那个叫新创竞技场 教育产业的新创竞技场 就是台湾 因为我一直认为 所有的事情都要变成产业链 它才会有更好的发生 所以今年会有这个 那今年还有一个更特别的叫做 新创剧是drama 是剧 新创的竞技场 竞技场 就是它很像它来pitch 很像demo day 就是我五分钟 然后我下面找了很多投资相关的人 就是我可以投资你 然后让你长更大 然后让这产业更好 对 然后第二个比较特别的是 我们有一个 台湾第一次的一个实验教育的专门展览 我把台湾的所有实验教育都找来了 对 也没有到所有 但是很重要的都找来 因为我必须跟王总分享一下就是 台湾的教育其实在亚洲 在某个部分是非常先进 甚至是第一名的 就是实验教育 对 实验教育就是因为我们台湾的民主 台湾很多前人在实验教育的努力 所以我们在2014年通过一个实验教育三法 对 所以那这三法通过的时候 其实很多蓬勃在申请的时候 所以大概到今年已经算是一个蛮大的量题 包括台北市的影视音 然后还有和平学校 其实很多 那我希望把它集结在一起 那因为今年有很多不同国家组团 要来台湾看杂学校 那其实也不一定是看杂学校 他看完杂学校他希望去考察不同的教育单位 他们希望学习 因为教育毕竟还是一个国家的一个问题 这样子 你策展了这个杂学校 我看你的观念已经都用IP的概念来想这个 你会怎么应用这个IP 因为我们文创 台湾政府鼓励原创 希望开发IP 在短短的三年内可以开发出杂学校这个IP 你怎么样使它更上一层楼 应该是 因为我一直很常在提一件事情是 其实IP这个概念也一直在进化 所以最近很红的一个词叫超级IP 对超级IP 我刚刚一直在讲自我演化那个新物种 我觉得他因为比如说像有YouTuber 现在很多像我觉得最近那个阿翰 就是他在我们那个年代是不会长出这种东西的 就是长得也不是特别帅 然后就怎么会有这种东西 那我一直在期待 其实不太乖的精神一直到杂学校 我也认为教育啊各个领域 应该去用创意去长出一些新的东西 那我刚刚讲IP一直在演化当中 那其实IP很重要的是 它还是有一个独特的沟通的系统 就是说 其实跟品牌已经有点不太一样 IP它其实它自己会制造它自己的一种影响力 对所以 IP它可以做了很多事情 其实那些事情到现在我还在厘清当中 但是包含比如说现在杂学校 它只要做一件事情 其实它的受众其实会很支持这个精神 然后我们可以 我们是可以自带内容 又自带那个影响力跟趋势 就很像我们如果站出来说 我们去游行吧 然后它可能就一群人会支持这样子 像熊站那样 对对对对 那我觉得IP它未来它可以做非常多事情 然后 其实包括文化 其实IP这件事情 其实我觉得以前就在了 对只是说包括影视娱乐产业啊 这些都在只是说 它未来可以做事情更多 因为它可以去串到不同的一个位置 那回到一件事情 教育还是 还是所有事情的根本 所以其实教育它可以去串的东西 它更有机更弹性 所以比如说很像是有时候设计 当然跟社会设计可以关联 可是有时候跟别的领域 就会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喘 对那所以我这个IP 甚至我都希望它变成一个 台湾最大的一个 我曾经有跟我们的市长 还有文化部长聊过说 我们是不是有一个什么样的IP 是可以让就像世大运是个IP 它可以集结很多的人来观看这件事情 那台湾自己是什么 它有没有一个地方是 全世界我们会为了威尼斯双年展 我们去看艺术展 我们会去奔牛节 我们会去什么 那我们台湾有什么样的东西 是可以去做这样的事情 那教育它其实是可以把很多领域给拉近 它还是有非常多的教育意涵 那教育对我来说就是人一辈子 就像在吃饭一样 每天会发生 每个moment会发生的事情 如果把教育当做终身学习 那当然就是永远跟每一个人有关 那我们最后请教一个问题 永远在讨论文化创意产业 跟艺术 或者跟产业园区 对 策展 对 这几个观念都会有很多的 社会有很多的误解 或者不容易理清的地方 明白 你能够用你杂学校的经验 来帮我们理清这几个 什么是文创教育 策展 跟园区这个平台 它的不同吗 或者它的价值吗 王董我问了一个非常很深的问题 那个 我先讲一件事情 其实我认为文化创意 因为文化本来就是非常多元跟包容性 所以它真的很难定义什么是文化创意 像我觉得我在做杂学校 它可能也是一种文化创意 所以其实 呃 其实常常有很多教育的人说 你是在做教育吗 我说我不是 我是在做文化创意 那 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我觉得文化 你知道文化的另外一面叫教育 教育的另外一面叫文化 因为我一直认为 我们的文化长怎么样 应该说我们的教育长怎么样 文化期就会长怎么样 我们对什么事情是关注的 这个社会就会长成什么样子 那 其实不管是策展 艺术文化 这对我来讲 或教育 我觉得它 基本上是 和在一起的 它很难去做区分 那当然文化创意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是一个 我觉得还是跟内容有关 嗯 就是说到底我们提出了什么内容 使它变成产业了 对 那这件事情 因为内容永远还是最重要的 像艺术家他也是在创作自己的内容 杂学校在某个部分 是把别人的内容拉进来 然后再做一个整体的规划 那我觉得像 我认为的文创园区 其实它 当然它有很多的目的 比如说它要培育 它是一个空间 因为我觉得每个地方 它都有不同的功能跟角色 嗯 那 可是对我来讲 我觉得重点是怎么样 我还是回到那个IP的概念 就是怎么样把这个力量 把这个多元 因为我们常在谈一个叫文化经济体 对 这个东西是 我们在教育里面 其实没有人告诉我们 我们认为经济好像就是应该 做科技啊 产出一些东西啊 但是 你知道那种 不能计量的那个经济 才是最可观的 可是很抱歉 就是那个很难去计量 所以 大家也都不太去 就像 我们讲到最简单 我们做设计最长的就是 你就画两颗logo 为什么要收那么贵的钱 嗯 因为它无法计量 但你不会是说 试念设计师说 诶你装潢这样子 为什么要那么贵 因为他看得到 嗯 那我也一直认为 这件事情也需要再教育 就像我在教艺术的时候 你怎么没有进步 嗯 这个概念我不知道从怎么来 对 它到底什么叫进步 对 所以 我一直认为文化创意这件事情 是要需要透过教育 而且那个教育是全民共感 就是 不能量化的 用直化的 对 可是你直化的东西怎么量化 或者怎么去表达它的价值 或者价格 这个是我也在努力的地方 这个其实是 对 一直要探索的问题 对对一直要探索 可是我一直觉得它不会有一个ending 就是 可是我觉得它只要 更多的年轻人跟更多 我觉得台湾真的有很多很厉害的 年轻人 嗯 然后我们如果可以给它更多的舞台 OK 然后让他们有 自主权可以发声 嗯 杂学校在某个程度是这样 所以 从以前到现在 以前像我们的梅坎教科书计划 他在不太乖的时候 他就这么小小的 谁知道那几个小男孩 可以把影响力做到这么大 所以 对我来讲我就觉得 我在做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那如果身为一个 我觉得华山他 作为台湾的文化创意的入口 他必须也要 像 但是像 王总这边如果给我一个舞台 我再给更多人舞台 其实他就是一个 因为我觉得这个社群的年代 那个串联跟系统 他是非常 非常重要 他是一个整体战 对 嗯 很好 谢谢大家 今天感谢这个 谢谢王总 阿智接受我的访问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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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